李小龙那天我跟他父亲拍起 那天就认识了 他说小弟哥 跟父亲去片场玩一下 据书歌李小龙小弟哥打架了 关德星所主演的黄飞红系列电影里 担任反派角色 而他最为内地观众所熟悉的形象 当属无线电视1983年拍摄 《射刀英雄传》中的 《鸾声兄弟》 《囚签刃》和《囚签杖》 时间亦是武林中人 少年习武 曾习南少林拳及螳螂拳 有很好的功夫弟子 在演艺圈中是李小龙数百前辈 李小龙当年对时间非常尊重 尊称其为尖数 2009年6月3日 时间因甚衰及去世 享年96岁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他 他就是上世纪70年代 在拍摄片场一拳 打在李小龙脸上的男人 当时已经60多岁的时间 受要在《龙争虎斗》中 扮演韩先生的角色 这让时间激动不易 毕竟李小龙不仅是华人至光 更是当时世界级的功夫巨星 能与他合作是自己的荣幸 所以时间为这次合作 做了充足的准备 有一天在片场 由于对剧本的理解 不够到位等因素 时间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挥拳的镜头 反复拍摄了很多次后 李小龙还是不满意 于是与时间不断沟通 调适着动作与表情 历久完美完成这一镜头 只见李小龙说完要求后 用手比出了格古克的手势 意思是自己已经说完了 但时间却误解了他的意思 以为要开始试戏 于是一拳挥向李小龙的头部 毫无防备的李小龙 自然没来得及躲开这一拳 时间结结实实地打到了他脸上 导致他的嘴角甚至渗出了一些鲜血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毕竟那可是李小龙啊 不过李小龙并没有因为这一乌龙事件 而大动干活 他只是短暂离开了片刻 回来后很快又投入了工作中 时间也松了一口气 事后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还好李小龙并没有因此与他心生戒敌 他也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两人始终专注于拍摄工作 最终将一部大气磅礴的经典制作 《龙真虎斗》带给了观众 此外时间还很谦虚地表示 如果李小龙真的要认真跟他切磋 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 这桩乌龙事件至今被大家惊鸡乐道 1940年 27岁的时间决定进入演艺圈打拼 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乐剧宗师薛绝仙 担任化妆师 薛绝仙看出了他的舞台天赋 在薛绝仙的帮助下 他也正式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 同年他出演了人生的首部电影《血海话》 饰演了一名让人深恶痛绝的日本特务 后来又陆续出演了《红锡关续见柳家村》 《方诗与火烧红云寺》等多部影视剧 虽然身怀剧迹 但受当时战乱的影响 他的才能也没能被人发掘 这样的时光整整持续了八年 他依旧是没有名气的无名小组 直到1949年关德星版本的系列动作 电影《黄飞红传大火》 时间受到导演胡鹏的邀请 饰演了黄飞红的《死对头》 也就是这部电影的成功 让时间将所学的南少林拳和螳螂拳 发挥得连离尽致 而他也在观众心中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奸人形象 他也被人亲戚地称呼为奸人间 在接下来的演艺生涯中 时间也成了反派专业户 像1976年下流社会中的《施老大》 1980年《罪蛇小子》中的吕小龙 1982年如来神掌中的《天残角》 都让观众对他饰演的角色 恨得咬牙切齿 尤其是在剧中 他自创的充满邪性的笑声 让任何武林高手听了都不寒而离 70年代香港的动作电影发展 进入繁荣时期 其中以李小龙为首的动作电影 更是在意识之间风靡全球 1973年 李小龙主演的电影《龙争胡斗》开拍 这部剧也是李小龙 进军国际荧幕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演员的时间 被多次邀请出演剧中的大反派韩先生 尽管此时的时间已经年过花甲 但在片中 他的一招一拾都体现了高手之剑的 成文与内敛 尤其是于李小龙的对打戏 让观众过足了眼影 更有传闻 时间层一拳打上了李小龙的下额 举手投足间 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磨灭的印象 1975年 62岁的时间开始转战电视剧的舞台 当然他也在进行角色的转型 《功夫热变》是他转型后的第一部电视剧 剧中他饰演的是一位武术世家柳仲元 但早已退出江湖多年 一家人归隐山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只可惜好景不长 柳仲元的儿子柳龙不休术得罪了黑社会 最终柳仲元凭借他的一身武艺和仁义之心 誓死于黑社会对抗到底 在舞台上演了一辈子的坏人 也开始演起了一身正气 尽显谦卑的长者角色 1976年狂潮中的陈一龙 1978年倚天屠龙记中的金毛狮王谢旭 1979年刀神中的名叫教主 就连金庸老先生都忍不住夸赞时间饰演的金毛狮王谢旭 并亲笔提写了神进入十四个大字赠语时间 在那个年代既没有没有华丽的词枣 也没有艳丽的服装 但时间凭借他自然流露的演技 给观众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980年 他受邀街拍了以坚人为首名字的一则广告 自此便有了那句经典台词坚人自有妙记 深入棉心 争相被后辈们所模仿 而让他一度从香港火到内地的 便是1983年他主演的 射雕英雄转之东斜吸毒 和射雕英雄转之华山论剑 在这两部剧中他一人分饰两脚 求千任和求千丈 弟弟求千任是一代枭雄 内力深不可测 并练就了铁壤水上飘的爵士武功 哥哥求千丈则是一个七世党名 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 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角色 在时间的精准把握下 都游刃有余 轻松驾驭 让人由衷地佩服他的演技 同年他又在刘德华版本的 《神雕侠侣》中继续饰演求千任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演活了这个人物 一年后 时间独挑大梁首次出演了家庭喜剧《奸人鬼》 他能收访自如 效忠带累的演技让观众忍不住拍手叫去 1993年 80岁的时间宣布退出影坛 演艺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 便是以他自身为主题打造的电影《奸人世家》 随后在香港公演 1996年 时间荣获香港电影《金子金奖》终身成就奖 七年后又再次荣获大奖 这份大奖虽然来得迟 但绝对是实至名归 感情上深爱妻子67年去林飞闻 这与他的迎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一个迎评形象无恶不做的人 现实中居然有些怕老婆 这位老戏骨被人贴上了可爱的标签 他与妻子李杰英是当时很少见的自由恋爱 1936年两人结婚 婚后感情深厚 时间拍戏的时候 他一直陪伴在侧 失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李杰英优雅大方 坚书有时气急地 也会在拍戏的时候发发脾气 但是只要他在场 说他两句 他肯定服服帖帖 他们结婚67年了 纵然和他合作过的美女在娇艳 他也从未有过半点桃色绯闻 这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十分少见 婚后他们育有四子二女 子女们都说 父亲很听母亲的话 深爱着母亲 但时间会带走你珍视的所有东西 包括爱人 1998年 李杰英病逝 在妻子去世后 她从未想过续嫌 一个人寡君 她的妻子去世十多年了 在子女提到母亲时 她的眼里依旧闪着温柔 2009年 时间甚衰竭而亡 享年96岁 在她的余生中 钱 权力 她都不稀罕 她唯一的真爱之物 就是她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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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